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副找长兼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拿头阿玛道格拉斯今日表示 古近今日出现的巴兔验感染群 沿头病例是本月6号证实确诊的沙第719重病例 患者有全网沙巴的记录 截止今日沙卫生机已经为16名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士进行监测 其中3人也确诊冠病 与此同时他也说 古近昨日变绿区后 仅隔一天就重回黄区 明镀鲁也在今日变成黄区 今日增加8宗确诊病例后 在全三医院治疗的冠病病人累计至29人 今日也无病人痊愈出院 此外 今日增加16宗调查病例 还有4宗调查病例还在等待化验报告 从本月10号开始 从西马入境沙罗业的大马公民 入境后强制在隔离中心隔离14天 并在隔离第二及第十天进行冠病检测 非沙罗业人需自行承担隔离及检测费用 至于沙罗业人及旅行公务的联邦公务员隔离及检测费用由沙政府承担 沙卫生局长全人心今日在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自9月28日以来 沙罗业出现适中西马输入病例 因此决定收紧从西马入境的条例 他说 目前从西马入境者只是需要居家隔离 由于当心居家隔离会与家人接触 所以沙灾难管理委会决定 强制西马入境沙罗业者在隔离中心隔离 公正党主席拿多士里安华说 他在下个星期二13号 警戒国家援手苏当阿都拉陛下 已向陛下详细说明 他已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他今日发无告说 在警戒陛下时 他将会提升完整的文件 证实他拥有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一如他较早时所做出的宣布 他感谢陛下批准及定义下周二的会面 并且感恩陛下恢复健康 似乎一名行动不便的76岁华裔老吴吴华欣 昨日早上外出后失踪 家属早了十多个小时 晚上十一点才发现 他溺死在离家不远的水沟 家属是发现他凭置使用的助寻器掉在水沟 进一步查看才发现 他溺闭在水沟 死子生前都会独自走路到离家不远的高原商业区 一间药剂行买药 相信昨天外出是威乐买药 警方调查后相信 死子是使用水沟上的木踏板越过水沟 但木板已腐蚀 老温踏上时木板断裂 导致他衰落水沟 又没有人发现 而失救生完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收看 感谢收看 还有小时薄膜